上一世 我无可就要爱上江明月 甚至将父母留下来的公司 亲手送给了她 可她为了跟白月光私奔 下毒江送我进了医院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 还亲手拔掉了我的氧气管 重活一世 我发誓要让江明月付出代价 江明月 你让我家破人亡 我当你后爸不过分吧 肩膀上揉捏的感觉 让我从身体的疼痛中清醒过来 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身处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这不是我原本的办公室吗 我皱着眉头 还没清楚眼下的状况 身后就传来女人的轻言细语 阿生 谢谢你昨天送我的礼物 桌子上的是我给你做的蛋糕 你快吃了吧 这个熟悉的声音 让我当场愣住 声音的主人我死也不会忘记 那个害得我家破人亡 还让我中毒入院的恶毒女人 江明月 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或者是临死前的幻想 然而转过头 身后这个长相清纯 此刻正虚情假意地 冲我甜笑的人 不是江明月是谁 只不过这个江明月 比我记忆中要年轻 脸上的皱纹 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她说的话 好耳熟 我记得医生给我下了病危通知单 多砸钱 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但江明月生怕我死得太晚浪费钱 在医生离开后不久 就拔掉了我的氧气管 按理来说 我此时应该已经在疼痛中 窒息而亡 可我现在还好好活着 身上没有病痛带来的痛苦 也没有任何窒息的感觉 这大概是老天也看不下去我的凄惨 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上辈子的痛苦仿佛历历在目 我的拳头不由紧紧捏住 牙齿也在咯咯作响 看她的眼神 更是抑制不住自己的仇恨 江明月 这一世 我定让你血债血偿 江明月见我神色变幻莫测 内心有些慌张 难道是她发现了什么 但随即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柔弱无骨的御手轻柔地贴上我的脸 关心道 阿生 怎么了 是不是刚刚午休时候做了噩梦 放心 我陪着你呢 脸上温暖的触感让我逐渐回神 上辈子江明月就是用这些糖衣炮弹 一步步攻略我的心 我和江明月最初认识 是因为双方家庭的生意来往 最初我和她的关系不嫌不淡 直到父母意外去世 她不断关心我 才让我无药可就爱上了她 她却时常和我袒露担忧 觉得家境悬殊 配不上我 为了证明我对她的爱 在她生日的时候 我公开将父母的股权 全部赠予她 相当于是将整个公司 送给了江明月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江明月 和她的贫苦白月光计划好的 为了夺走我身上最后的股份 江明月与我结婚后 表面上是贤惠又能干的妻子 贝蒂却一边与白月光偷情 一边偷偷给我下毒 导致我最后肾衰竭 命悬一线 最后 逃死得太慢 她又亲手拔掉了我的氧气管 她看着我一点点的丧失生机 善心大发地 告诉我全部的真相 甚至还告诉我 我父母的死亡 也是她一手策划 看着我牙子欲裂的痛苦模样 江明月甚至还拍成视频 发给白月光一同取乐 好在老天有眼 让我重生回来了 虽然还不知道 自己重回到了哪个时间 但现在只要看见江明月 那张惺惺作态的脸 我就觉得无比恶心 我嫌恶推开她的手 别贴过来 我本身有很严重的洁癖 只有亲近的人才能靠近我 我轻则一声 俯身一把抽出湿巾 不断擦着自己的脸 被江明月碰过 感觉脸都不干净了 江明月错愕看着我说 阿生 你这是干什么 我手上没有脏东西啊 我没有说话 于是她自顾自 走到我的办公桌旁 拿起放在上面的蛋糕 吃点甜的东西吧 心情会好一些 江明月没有因为我 推开她而生气 反而顶着笑脸迎了过来 毕竟只有拿走我身上 最后一点公司股份 才能完全掌握公司 绝不能一时意气用事 导致前功尽弃 江明月切出一块蛋糕 笑盈盈地送到了我的嘴边 来 阿生 我喂你 我不着痕迹地皱起了眉头 紧盯着送到嘴边的蛋糕 不知道这上面 她有没有下毒 上一世肾衰竭的痛苦 只是回忆片刻 身体都会隐隐作痛 这一世 我绝不会重蹈覆辙 我淡淡瞥了她一眼 冷声道 我不爱吃甜的 跟我这么久了 你都不知道 江明月愣住了 显然没有想到 我会说出这种话 因为放在以前的时候 只要她为我吃东西 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吃的 都会吃下去 阿生 你别生气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点 江明月仿佛有些委屈 眼底已经闪烁起泪花 而我却半分不为她所动 只是冷哼一声 那你帮我把剩下蛋糕吃了 我就原谅你 文言 江明月的手忍不住一颤 险些端不住盘里的蛋糕 这蠢货今天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她真的发现了什么 不应该啊 明明午休前 她还对我言听计从 江明月暗暗咬牙 有些犹疑不定地观察着我的神情 办公室有片刻的冷宁 随后还是江明月 率先打破了冷场 只见她又恢复了往日的温柔 笑着向我撒娇 人家最近在减肥了 吃不了这么甜的东西 对不起吗阿生 你就原谅我吧 江明月扑朔着一双小鹿眼 讨好地盯着我 但我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原来她早就给我下毒了 回想起上一世 被病痛折磨致死的痛苦 我心中瞬间慢起无边的怒火 我猛地站起身 一手拍在办公桌上 发出极大的声响 吓得江明月一击灵 手里的蛋糕也掉在了地上 连这点小事也不愿意做 还说你爱我 嗯 我俯身上前 狠狠牵住江明月的下巴 手上粉底滑腻的质感 让我心底更加恶心 不 阿生我 嗯 在江明月惊恐的目光中 我抓起一把地上的蛋糕 也不管里面混合了什么垃圾 统统塞进了她的嘴里 江明月脸上始终完美的面具 终于出现裂痕 她奋力想要挣脱开我的手 将嘴里的东西吐出去 但她这小胳膊小腿 怎么能抵抗住一个常年健身的人 我死死捂住她的嘴 声音冰冷 咽下去 或者我现在报警 你自己选 江明月美目远睁 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 身体也因为恐惧 控制不住地发抖 她 她知道了 见江明月含着泪 颤抖着将嘴里的东西 乖乖咽了下去 我这才嫌恶地松开手 顺带甩了她一巴掌 江明月刚想起身 就被这巴掌打得动弹不得 我没有收力 她的左脸 瞬间腹中起一个巴掌印 痛得她替似横流 呜 阿 阿生 嗯 知道戳了 来不及呼通 江明月连忙爬起来 想要祈求我的原谅 但她被删成猪头的脸 早已没了往日的清纯甜美 让我多看一眼 就忍不住作呕 见江明月还想继续靠近 我扬起手 她吓得色缩一下 果然没敢再挪动步子 见货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你那个小白脸在干什么 这次只是开胃菜 你们这对狗男女 最好做好准备 我冷哼一声 轻蔑地擦拭着被她弄脏的手 没有再看她一眼 便转身走了 身后随即传来江明月 扣嗓子干呕的声音 就凭江明月这样的蠢货 上辈子也能耍得我团团转 果然爱情使人盲目 但仅仅是刚刚这一点抱负 根本不足以抹平 我心中对她的恨意 我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 想回去好好休息 一下再谋划复仇 结果回到家 就看到了前女友的母亲 悠哉地躺在沙发上 这让我眼神阴沉了下来 前几年 江明月的父亲 因为各种原因 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他们家的公司 迫不得以破产倒闭清算 剩下的钱也都拿去还债 在钱还完不久 江明月的父亲 因为压力太大 选择了跳楼自杀 我的父母心软 暂且收留了他们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 我的父母进出车祸 双双去世 而江明月那段时间 也借此承虚而入 博得我的欢心 当时我丝毫没有 察觉到父母的去世 与江明月有关 还傻乎乎地依赖着江明月 直到后来 我和江明月感情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 继续留在了屋子里 周锡勤虽然生了孩子 但仍是风韵犹存 在外面也有不少 同龄人追求 但都被他已忘不了 江富威又拒绝了 我撞见不少次 更是觉得十分不自在 为此 我也说过他很多次 他还总是仗着我 对江明月的爱 把我当作仆人一样使唤 原本我家里有不少女佣和管家 但周锡勤却觉得太浪费钱 将他们全部都撤走了 反而让我这个大少爷 打扫起了家里的起居 不仅如此 还时不时让我替他洗脚 来一次满足周锡勤的恶趣味 周锡勤虽不如江明月那么歹毒 但也不是什么好人 以前我看到他 心里总是对他多有顾忌 而此时我再一次看到 周锡勤享受地躺在沙发上 像以往一样不知悔改 挑衅着我的的时候 我心里突然生起一股异样的想法 若是能这样报复江明月 回想起来周锡勤以往对我的侮辱 和江明月对我的算计迫害 我握了握拳 不再带一丝犹豫地 快步向周锡勤走去 周锡勤听到动静 起身撇了一眼 发现是我后 又懒懒地躺回沙发 你回来了 正好 滚乖给我按摩一下脚 周锡勤如同往日一般翘起脚 鼻翼地撇着我 脸上满是恶意 他还不知道 我和江明月分手的事情 以为我会像以往一样 老老实实去打热水 再像奴仆一般给他按摩 没想到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已经和江明月分手了 你怎么还有脸 继续住在我的屋子里 我不是什么大善人 绝不会让祸害过我父母的人 和我住在同一间屋檐下 周锡勤一愣 显然没有想到 我会和江明月分手 在他眼里 我可是无可救药地爱着他的女儿 叶秋生 别装了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是今天伺候好我 我会帮你 在月月面前说好话的 周锡勤根本不相信 短短半天时间 我会完全变了的人 只以为我俩是闹了矛盾 便又恢复了往日高高在上的模样 还不赶快滚过来 狗东西长本事了 还敢威胁我 信不信我弄死你 见我还站在沙发前不说话 周锡勤骂骂咧地起身 对着我就要一脚踹过来 他这一脚下了力气 丝毫没留半分情面 我侧身躲开 内心本就无边的怒火 彻底烧干了理智 我今天就要 给这个恶毒的女人一个教训 我一把将周锡勤推倒 巨大的力气和眼神中的愤怒 吓得他一个机灵 你干什么 你还敢动手推我 我一定要杀你 周锡勤恶狠狠地瞪着我 眼神仿佛要把我千刀万剐 我冷笑一声 不顾他的反抗 狠狠将他压制住 周锡勤 省点力气 我大胆地行为 让周锡勤羞愤地红了脸 他没想到 我竟然真的敢对他下手 周锡勤一时间挣脱不开 气得脸颊粉白交加 像是一颗鲜嫩的水蜜桃 你胡说什么 下贱的东西 周锡勤恶狠狠地瞪着我 又因为我的话羞愤不已 眼角也急得渗出了泪水 忘了告诉你 今天早上 我就已经把江明月甩了 你满意了吗 我冷冷道 手上动作未停 不 怎么可能 见我神情不像作假 周锡勤才 终于慌了 他才知道 我这次是动真格的 绝望的泪水不受控制地 从他眼中滑落 不 求求你 我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对你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并不理会他 我心中有火 直到感觉心里尝出了一口恶气 才肯放过他 江明月 上一世你让我家破人亡 这一世我当你后爸 不过分吧 周锡勤瘫软在沙发上 浑身像是被卡车碾过一般 只要动一下就感觉腰酸背痛 根本就动弹不得 他眼睛早就哭肿了 此时人狠狠瞪着我 却还是忍不住抽气 你这个畜生 王八蛋 骂归骂 但周锡勤心里 却有一种异样的情绪 自从老公死后 他已经许久没和男人接触过了 我完全不理会他的哭骂 撇着他冷笑一声 别白费口舌了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赶紧收拾东西滚出去 周锡勤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对我做了那种事 还要赶我出去 信不信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告诉别人 我很想笑 周锡勤是一个很爱面子的女人 平时对我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瞒着外人做的 她不敢让别人知道 自己私底下的恶毒 所以 刚才发生的事情 绝不可能说出去 甚至巴不得没有人知道最好 何况我也已经和江明月分手 她现在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先不说周锡勤 知不知道江明月的计划 光凭她以往对我做的事情 我也不可能继续留住她 也幸好我还没有把这套价值上亿的别墅 送给江明月 否则父母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也会成为江明月的嫁妆 送给她的那个清贫白月光 我回来的时候 看了眼时间 昨天是江明月的生日 按照上一世的发展 我在她生日当天 就把父母留下来的股份 送给了她当生日礼物 原本这套别墅 也会是江明月的礼物 但因为一些意外 导致昨天我没有把房产证给出去 也幸好我没有给出去 否则今晚住哪 都可能是的大问题 我冷冷地看着她 眼神中满是轻面 还真拿她们俩自己当仙女了 我叶秋生从小到大 根本不缺女人喜欢 要不是江明月设计 让我以为遇到了真爱 真以为我会把她当回事 滚 少他妈在这里恶心我 我嫌恶地吐了口唾沫 江明月那个贱女人背着我 和她的白月光在外面乱搞 你们真以为我什么垃圾都收吗 这句话让周西勤彻底猛了 她知道江明月在外面有个白月光 但没想到 竟然会如此大胆 月月真是糊涂了 周西勤嘴上责怪着江明月 眼神却飘忽不定 估计是在想用什么方法 取得我的原谅 我却再没有一丝耐心 见周西勤还躺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拿出手机威胁道 再也不管 信不信我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来请你出去 周西勤看出了 我没再开玩笑 也顾不上 身上的酸痛 咬牙强撑着回到卧室 换上衣服 重新走了出来 明明天气很热 但周西勤不得不换了件长袖长裙 周西勤难堪地在我讥讽的眼神中 扯了扯衣服 一脸不甘地走出了房门 周西勤走了以后 我走进自己卧室 确定房屋转让协议还在 心里倒是松了口气 要是这个东西被周西勤拿走 这件房间的所有权 将会转移到江明月手下 我拿起那份转让协议 回想起来前段时间 那份激动的感觉 几天前的自己 还在认为只要付出足够多 一定会让江明月更爱自己 结果呢 江明月不仅享受着我对她的好 背地里还在和白月光做恶心的事情 我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打火机 点燃这份转让协议 望着她熊熊燃烧的模样 同时也点燃了我心中的仇恨之火 当初我的父母见他们俩无处可去 大发善心收留了他们 可是他们非但没有感激 江明月甚至为了白月光 恩将仇报 将我的父母设计杀害 在这样的仇恨面前 江明月与白月光 偷偷搞在一起这件事情 都显得不值一提了 我要复仇 我要从江明月手里 重新夺回父母 留给我的股份 在最后一点房屋转让协议 也被火光彻底蚕食 只剩下一滩灰后 我离开了别墅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自己的身体状况 上一世在股份转让协议 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就甚衰竭住了院 平日里 他又总是给我做吃的东西 我并不清楚 现在的身体状况 究竟是如何 我一路开车来到医院 立马给自己安排了一套 最完整的体检套餐 整套流程下来 用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叶先生 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药物在影响着你的肾脏 医生手里拿着我的体检单 皱着眉向我阐述身体情况 果然 江明月她更早之前 就对我下了毒 我的心不由一紧 心脏砰砰地跳 生怕会有不可逆的损伤 我可不想再次体验 上一世肾衰竭的痛苦 赶忙询问医生 还有救吗 见我这么紧张 医生服了服眼镜 笑着安慰我 不用担心小伙子 幸好发现得早 还没有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只要吃点药 就可以恢复过来了 我听到医生的话 玄珍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这一世 总算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想到这里 我对江明月的恨也越来越浓烈 那个该死的女人 我对她掏心掏肺的好 她却为了一个穷酸白月光 一心想要我死 我向医生到了线 让医院打印了一张身体情况表 上面明确说明了 是什么药物 在影响我的肾脏 离开医院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下来 我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回到了公司自己的办公室 看到地上还有蛋糕残渣 没有处理干净 我轻蔑地冷哼一声 真是个蠢女人 我将地上的残渣收集了起来 第二天 悄悄送到医院去化验 这些可都是江明月 给我下毒的证据 为了确保证据充足 我特意拷贝了一份 她拿蛋糕进入公司的监控 现在我手头上的证据 已经足够她去蹲大牢 但江明月手上 还有我送给她的公司股份 在拿回股份之前 我不想让她轻易进去 江明月开着车 有点心不在焉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才让我发现了陆锋的存在 自己和陆锋的聊天信息 全部都是在另外一台手机上进行 手机放在车的某个角落 我根本就不可能找到 方方面面都坐得滴水不漏 但最后 我还是发现了她和陆锋的事情 这个狗男人 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江明月百思不得其解 不由地咬牙猛锤了一把方向盘 倒车的时候 她也在走神 没想到却踩错了油门 车尾狠狠撞在墙上 江明月赶忙下车查看 车尾已经被撞得稀巴烂 本来就一塌糊涂的心情 变得更加糟糕 车子 是我送给她的 价格在五百万以上 平时只是车漆被蹭掉一点 江明月都会心疼得不得了 更不用提现在这副稀巴烂的样子 妈的 真会气 江明月恨恨地踢了轮胎一脚 心情差到了极点 转身上楼的时候 也在骂骂咧咧 直到走到一扇房门前 她才住了口 重新整理了一下妆容 这才拿出钥匙开门 这套房子 是江明月给陆峰买下来的 至于买房的钱 自然也是 从我身上拿的 江明月总是借着我的名义 从公司账户拿钱 然后又问我要钱 那段时间 我满心都在江明月身上 所以 给钱的时候 问都不带问 江明月推门而入 沙发上 一个男人正胡子拉叉地 坐在那里打游戏 不修蝙蝠的样子 仿佛流浪汉一般 即便如此 江明月还是在看到她的时候 眼神瞬间充满倾慕 这个人就是陆峰 江明月的白月光 从小学的时候 江明月就与陆峰相识 在对方疯狂地追求下 江明月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 直至今日 在江明月眼中 陆峰仍然充满了魅力 然而江明月推开门的时候 陆峰的游戏角色正好死了 她顿时大怒 站起身指着江明月的鼻子咒骂 都怪你 要不是你开门的声音太大 我早就通关了 陆峰并不满足于指骂江明月 又起身走到了她面前 用力扇了她一耳光 他妈的 我说了好多遍 好多遍 我打游戏的时候 别打扰我 她看着江明月被打得通红的脸 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一样 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变 将其一把拥入怀中 轻声安抚 对不起 月月 我就是太爱你了 才忍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不爱你的话 我绝不可能在你面前 展现真实的一面的 江明月对这些话 一直信以为真 她乖巧地笑着 抱住陆峰 我知道 你可比夜秋生那个王八蛋 爱我数百倍 要是让我看到这一幕 只会觉得江明月的脑子 被驴给踢了 至少我不会 打着爱的名义 对女友拳脚相加 两人抱着腻歪了一会 江明月这才想起 今天过来要说的正事 只见她激动地抬起头 对了 疯 我和夜秋生已经闹掰了 从今天开始 你能成为 我的正牌男友了 你开心吗 没想到这话一出 陆峰的脸 却直接变得躯黑 甚至一把推开了 怀里的江明月 你怎么能和她闹掰呢 我们没钱了怎么办 眼见着陆峰的脸色 越来越阴沉 江明月有些害怕地 咽了咽口水 小心翼翼辩解道 峰 你别这样想 钱我还会再赚的 而且那个狗东西 好像已经发现了 咱俩的事情 今天还逼着 我把毒蛋糕吃了 我俩已经闹掰了 江明月怯懦地 扯了扯陆峰的衣角 想让她平静下来 却被陆峰阴沉着脸 一把甩开 江明月啊的一声 亮呛着跌坐在地上 陆峰蹲下身子 恶狠狠地抓住她的头发 眼里满是疯狂和算计 那你就去求她 和我说 有什么用 臭婊子 让你干个小事 都能被她发现 你还不如去死 去死 陆峰一把扼住 江明月的脖子 神情癫狂 江明月憋得脸色轻子 眼泪扑素素地流着 向她求饶 峰 峰你别这样 我去 我明天就去 听到满意的答复 陆峰这才放松了 手上的力气 江明月瘫软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却还是委屈地看向陆峰 陆峰并不理会她 自顾自地坐下冷哼一声 拿起游戏继续打 见陆峰还在生气 江明月又巴巴地自己爬起身 柔弱无骨地靠在她身边 向她道歉 对不起 峰 都是我不好 我保证 明天一定回去向她道歉 不会影响你的计划的 江明月小心地讨好着陆峰 卑微的样子 与在我面前天差地别 陆峰对她这副下剑的样子 很是受用 等她道歉了许久 才终于肯放下了手中的游戏手柄 施舍般的轻恩一声 转头猥琐地上下 打量了一番江明月 邪笑道 既然你那么懂事 那今天晚上就奖励你一下 随即陆峰便一把扑倒江明月 毫不顾忌地对她上下起手 江明月则是羞涩地红着脸 闭上了眼睛 峰 第二天一大早 江明月就起来做好了早 饭 伺候着陆峰把早饭吃完后 这才拎着另一份边角料 便当上了路 一路上江明月不断思考着 该怎么开口 可知道走到了公司楼下 她仍旧没想出一个有用的方案 可见在闲上不得不发 话已经答应了陆峰 江明月只得咬咬牙 伸脚踏了进去 现在只能赌一赌 这蠢货没有知道那么多 对自己还有一些感情了 江明月咬牙切齿道 心里对我除了忌惮 更多的则是愤怒 不乖乖给她当狗也就罢了 还害得陆峰和她生气 更多的则是愤怒 不乖乖给她当狗也就罢了 还害得陆峰和她生气 等峰掌握了公司大权 她一定要好好折磨这个狗东西 江明月一路上恨恨地幻想着 如何将我利用完后再踩在脚下 心里这才好受了许多 轻车熟路地拎着便当 走进熟悉的办公室 江明月调整好了招牌的笑容 正准备甜甜甜的开口叫我 却迎面撞见一个不算陌生的身影 柳梦 你怎么在这里 江明月刚调整好的伪装 瞬间破防 间隙刺耳的嗓音 刺得我和柳梦同时皱了皱眉 一大早就见到这个恶心的女人 我不由得有些反胃 冲着江明月立声呵斥的 谁让你不敲门就闯进来的 给我滚出去 江明月紧紧握着拳头 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火 你竟然还敢来找石若峰 你俩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出轨了 柳梦听见这话一脸茫然 有些不解地看向江明月 什么出轨 我只是来商谈公司的业务 柳梦今天穿了一身正装 上衣是紫色荷叶边的绸缎衬衫 下身是包囤的紧身裙 衬托的她肤白如雪 一双修长的长腿 搭配果色的高跟鞋 静 狱中又多了份性感魅惑 而对面的江明月 因为从办公室里逃跑 到陆峰家里 连身衣服都没来得及回去换 就被撵了出来 裙脚被推散得皱皱巴巴 脸上的肿也没消下去 看上去很是狼狈 江明月度火一时间涌上了心头 看着我俩站在一起 很是和谐的碧人模样 她转狠狠地瞪着我 你这个负心汉 竟然背着我 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打 江明月的动静并不算小 很快办公室周围 就围观了一群 偷偷摸摸吃瓜的人 更有甚者拿出了手机偷拍 我冷冷地看着江明月 真不知道这个蠢女人怎么想的 本来还想过几天再处理她 没想到她居然一刻都不消停 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江明月索性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若峰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知道 你们之前是青梅竹马有感情 但是 但是你已经是我的男朋友了 为什么还要和柳梦纠缠不清 江明月的眼泪 像是开了伐的水龙头一般 源源不断 就连平时冷静的柳梦 也被她这个泼妇的架势吓到了 有些无措地看向我 我有些歉意地看了柳梦一眼 今天她是来代表柳氏集团 和我谈合作的 没想到 因为江明月牵连到了她 见我有些难堪的神情 柳梦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善解人意地冲我笑了笑 表示自己没关系 但我却更感觉丢人 看着地上 仍在假惺惺演戏的江明月 我毫不犹豫地掏出电话报了警 警察来得很及时 很快就冲出人群 将一脸猛逼的江明月考了起来 江明月意识到不对 有些惊慌地看向我喊道 若峰 你居然报警抓我 你们这群警察竟然也帮着她 你们这是黑幕 还有人管管吗 时事集团总裁勾结警察 帮着小三抓员配了 呜呜呜江明月粗鄙的语言 让为首的警察眉头紧皱 她掏出身上的证件 冲着江明月冷冷道 请注意你的言辞 有人报案说 你涉嫌故意伤人 我现在有权利将你作为嫌疑人进行逮捕 说完 为首的警察冲我微微汗手 便不顾及江明月的叫喊 以及周围人的惊呼 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她押走了 我看着江明月狼狈的背影 心中无比的畅快 同时又觉得好笑 本来还没想好怎样把事情闹大 在狠狠惩治这个恶毒的女人 没想到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江明月自己送上门来了 她今天这一闹 全公司上下的人都知道 她投毒不成反诬陷 被警察抓走了 这些年来 江明月刻意维持的好名声 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办公室里 我和柳梦接着商讨完 刚刚被打断的项目 愉快地达成了合作 柳梦将合同收回去 仿佛对刚刚的事情毫不在意 带着些微的试探笑着调侃我 石少爷 今天怎么闹这么大动静 而且 你不是一厢最爱你女朋友吗 怎么今天舍得这么对她 柳梦熟悉的调侃 仿佛将我带回了小时候 我一时间有些恍惚 自从我交了女朋友之后 我俩就再也没有 像这样合颜悦色地 待在一起说话了 嗨 别提了 早些年识人不清 爱了这么的垃圾 要给我下毒 被我发现了 我无奈地笑了一下 将上辈子的痛苦 轻飘飘地 画作了一句话 但是柳梦却笑不出来了 柳梦收起笑容 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声音喃喃道 她这些年 就是这么对你的 她明明答应过 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实在是没听清 有些不解地追问道 她当时答应你什么了 柳梦一愣 这才意识到 自己不小心将心里话念出来了 答应我好好照顾你啊 虽然你这个重色亲友的家伙 当时已经不想见到我了 但是我 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 说着 柳梦有些委屈地抽抽鼻子 我听到她的话却猛了 不是 我什么时候说不想见到你了 看我还在这狡辩 柳梦露出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她从包里翻出手机 给我划出相册里的截图 就知道你会不承认 还好我留了一手 你自己看白恋爱呢 柳梦冲我弩弩嘴 气哼哼地说道 我接过手机 上面是江明月和她的微信聊天截图 江明月警告柳梦 能不能不要再缠着我了 甚至还发了一张 莫须有的聊天截图 上面是我说的不想再见到柳梦 觉得柳梦妨碍了自己谈恋爱 江明月这个贱人 怎么这么能胡说八道 我瞠目结舌 对江明月不要脸的下线 又刷新了一个认知 她居然能编出这样的谎话 来挑拨离间 她说什么你就相信啊 你是不是傻 我有些无语 一时间说不出来话 柳梦撇撇嘴 我当然不相信啊 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你 直接把我拉黑了 我不得不信 我才猛然想起来 有段时间江明月一直缠着我出去旅游 然后出门总是不充电用我的手机 应该就是那段时间 她搞的鬼 而且旅游结束后 就听说柳梦准备出国深造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我不由得有些愧疚地看向柳梦 见她一双桃花眼 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心里不是滋味 对不起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见我满脸愧疚地道歉 柳梦面无表情地盯着我许久 仿佛在思考要不要原谅我 直到我有些坐立难安 柳梦才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行了 多大点事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我这才松了口气 脸上重新带了些笑容 最大的误会解除了 我们之间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无话不说的亲密 又聊了聊这几年在国外发生的去世 柳梦这才起身准备离开 临行前 她转头询问我 下周的商业晚会 你有女班了吗 见我干脆地摇头 柳梦明媚地冲我笑了笑 那下周晚会见 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 我默默地看着她的背影 办公室里残留着淡淡的玫瑰花香气 是柳梦独有的味道 还记得当时 江明月时不时就对我说 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而且柳梦这么优秀 你难道不喜欢她吗 不如趁她去国外深造的机会 你也远离她一段时间 我们好好促进 一下感情 我听了有些犹豫 但我当时对江明月的话深信不疑 最后还是听从了她的谗言 只是远远目送柳梦 登上前往机场的出租车 江明月却笑着凑过来 用脸蹭了蹭我的肩膀 看 我说的没错吧 现在 咱俩的感情 就再没有隐患了 我点了点头 却感觉内心异常空虚 柳梦出国后 我也依旧听话地没有再联系她 所以 上辈子直到我死 都没有再见到柳梦一面 这辈子 我自己重新拿回了公司决策权 这才因为项目合作 再次见到了柳梦 我感慨颇多 重申后的真实感 再见到她的那一刻 才更加深刻 至于江明月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本来以为她 只是害了我们一家 没想到她连我的青梅都不放过 硬生生将她逼到了国外 我紧接着马不停蹄地赶去警局 却发现 江明月已经被放走了 我不禁咬牙 声音也带了几分迁怒 人呢 嫌疑人就这么被放走了 接待的警察也有些无奈 凑到我身边小声告知 哥 听说是你们公司的李总亲自来保释的 让我们有事和她的律师联系 听了警察的解释 我才暂时冷静了下来 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主要是江明月突然找上门来 我一气之下 才决定提前把她抓起来吓唬一下 但也没想到 因此炸出来 她还有另外的考栅 而且关键的监控证据 我还没给警察 警察放人也是无庸置疑的 李总 李顺利 脑子里的人名成功对上号 我眼神阴晦 看来即使重申回来 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这个狗屁 李总之前还是我父母的手下 靠我父母的提拔 才混上一个总经理的职位 没想到 站队倒是挺快 也想跟着江明月他们 分我家的一杯羹 我握了握拳 心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复仇计划 这一周很快过去了 我并没有再去理会江明月一群人 而是着重整理了一些公司的账目 果然让我发现不少猫腻 江明月这几年 用公司的钱养着陆丰 和自己一家子 奢侈品也没少买 公司的资金链已经出现了问题 但这正合我意 毕竟下套就要有舍有得 这样入局的人才会深信不疑 很快到了商业酒会的那一天 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陆丰和江明月竟然还敢 在酒会上动手脚 酒会马上开场了 只见柳梦身穿一身紫色流沙丸礼服 身姿婀娜地向我走来 抹胸的设计 凸显得她像一只高贵的天鹅 腰肢纤细亭云丽 和以往都不同 今天的她 还化了精致的妆容 配上高高挽起的盘发 让我恍惚了一瞬 好像原来身边娇小可爱的小妹妹 一下子长大了 干嘛傻愣愣地盯着我看 被我迷住了 柳梦笑意盈盈地走过来 挽住我的手 眼中满是业余 我是在想 许松说得果然没错 紫色果然很有韵味 我故作思考 笑着开玩笑道 我俩有说有笑地进了会场 没想到却迎面碰上了那对狗男女 江明月一袭白色晚礼服 脖子上戴着价值千万的珠宝 又恢复了往日温婉的形象 见到柳梦挽着我进场 她险些绷不住形象 只见她挽着陆锋 快步走到我和柳梦面前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若峰 你果然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和我分开的 我到底哪点不如她了 江明月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又摆出了我原来最心疼的那副表情 但我现在看着只觉得反胃 身旁的陆锋 今天倒是打扮的人母狗样 穿了和江明月一样的白色西装 剃了胡子洗了澡 倒是洗去了那一身的骚臭味 此时也站在一旁帮腔 对啊 石若峰你也太不负责了吧 我当初把明月妹妹交给你 是让你好好照顾她的 没想到你这么不珍惜她 俩人一唱一和的你一句我一句 根本没让人插嘴的机会 我也懒得和两个弱智争论 这我没开口 你俩有完没完了 别逼我在这扇你俩 此话一出 江明月俩人皆是色缩了一下 江明月是体验过我的动手能力 已经有了阴影 而陆锋别看在家里 对江明月耀武扬威 在外面却是个直老虎 见到我健身 比她壮硕快一倍的身形 默默拉着江明月 让开了路 接下来的流程 江明月他们果然没再敢来骚扰 耳边亲近了许多 但是 在我与其他老板交谈的时候 能感受到 有两道愿读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我 我知道他们俩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 没过多久 江明月就出手了 晚会进行道高 潮 场地里已经来了不少的商界大佬 正各距一方地攀谈着 江明月和陆锋相互对视一眼 觉得时机成熟了 便偷偷摸摸地 向着我的方向走来 我正和广袤集团的老总聊天 就听见一声淒厉的哭喊 随后就看见江明月 壮似柔弱地扑倒在我的脚边 手死死地攥住我的裤腿 若峰 若峰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若峰 江明月梨花带雨地哭倒在地上 一边哭 一边想要握住我的手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打扰你和柳梦小姐的 洽谈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她刻意在洽谈前停顿 给人浮想联片的空间 果然周围人的眼光 都若有四无地向这边看过来 你在干什么 瞎说什么 见她还想握住我的手 我嫌恶地甩开 江明月却顺势倒在了地上 捂着肚子凄惨地哭叫 啊 不要再打我了 不要打我了 以前都无所谓 但是现在 我有了你的孩子啊若峰 这话一出 连我身边广袤集团的老总 都变了脸色 他目光有些鄙夷地 上下扫视我一眼 似乎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 周围的商界人士 也露出鄙夷的目光 这种出轨 还欺负女人的人扎道 哪里都让人看不起 不好意思施总 你先处理好自己的私事 至于我们的合作 之后 有机会再谈吧 广袤老总是出了名的疼老婆 见我陷入这种丑闻之中 也没了和我交谈的兴趣 目着脸客套一句 便转身走了 本来想过来和我攀谈的人 见此也止住了脚步 在一旁犹豫地观望 江明月还在地上 肝打雷不下雨地假哭 我此时心烦意乱 没想到江明月 竟然已经大胆到了这种地步 已经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脸面 不过也能够理解 江明月本来就不是混伤圈的人 她的脸面在这里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她豁出去来托我下水 我可真就白口莫辩 站在远处看戏的陆峰 看到现在的局面 有些得意地冲我挑了挑眉 十家少爷又如何 还不是被她这种社会渣子 玩得团团转 陆峰斜笑着舔了舔嘴唇 她已经计划好了 第一步就是先在众人面前揭露我 然后等我孤立无援 再让江明月凭借孩子 夺走我手上最后的股权 等孩子生下来 就算我发现不是我的孩子 也改变不了结局了 这招真的是很多 就算我是重生的 知道我上辈子和江明月 根本没有孩子 这个孩子也不是我的 但是现在又有谁会信呢 孩子还在江明月的肚子里 根本没办法证明 到底是谁的 冷静一定要冷静 我努力让头脑清醒下来 想要想出对策 但是江明月 怎么会丢我时间思考 眼珠一转 又哭着要扑上来 住手 一声娇和 吓得江明月 声声止住了动作 只见柳梦 匆匆从场馆的另一侧赶来 会场过于宽敞 她本来是去和自己父亲 打声招呼 没想到却听见 我这边的动静 踢着裙摆匆匆赶过来 正好听见江明月 无理取闹的一番诬陷 我相信 若峰是清白的 因为 她是我未婚妇 柳梦这一句话 宛若一道惊雷 场馆里顿时闹哄哄一片 讨论声比刚才还热闹 不只是因为这种桃色事件 而且 柳梦作为柳氏集团的独生女 谁娶到 她就相当于接管了整个柳氏集团 许多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她 这次她好不容易回国参加活动 还没来得及下手 就听见柳梦居然宣布 自己有未婚夫了 见我愣在原地 柳梦微微一笑上前 主动牵住了我的手 向大家问好 不好意思各位 因为我刚回国 没来得及和大家介绍 这位是石若峰 我的竹马未婚夫 我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 和她履行婚约的 竹马未婚夫 众人的眼神 又变得奇怪了起来 不断扫射着地上的江明月 也就是说 柳氏千金和这个石少爷 早就订婚了 那地上这个女人 不是在撒谎吗 而且 如果是和刘小姐在一起的话 这石少爷 还能看得上她吗 周围人不断打量着 地上气得发抖的江明月 不禁嘖嘖摇头 要是真为了这个女人出轨 她怕是瞎了 看来现在的女人 真是为了上位没有下线了 连脸都不要了 江明月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 才让自己不会被周围 比翼打量的目光气晕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一切都计划得这么完美 连大家的反应 都是按照风哥哥所预料的 但是这个贱女人 为什么会突然闯出来 贱人 我杀了你 江明月猛地从地上跳起来 冲着柳梦冲过去 速度快到 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吓了一跳 赶忙想要护住柳梦 一脚将江明月踹出三迷远 但还是晚了一步 尖锐的指甲划过柳梦白 稀修长的柏梗 瞬间便渗出了血珠 江明月痛苦地倒在地上哀嚎一声 随即被保安像扔垃圾一般 架着扔了出去 陆锋则是在事情败露后 早就扔下江明月一个人悄悄溜走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在意的 此刻我心疼地扶住柳梦 看着她白 稀如瓷玉般的脖梗 此时因为我多了一道划痕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对不起 又是因为我柳梦回国短短见我两次 都因为我被江明月伤害 许是看见我眼中的愧疚 快要浓成实质 柳梦笑着摇摇头 示意她没事 才仍由私人医生给她包扎伤口 晚会结束后 我立马提出要送柳梦回去 柳梦笑着点点头 又摇摇头 可以带我去你家待几天吗 我不想让我爸看见 我的伤口担心 等伤口好了 我就走 她这话一出 我乃还有拒绝的想法 柳梦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我照顾她几天也是应该的 顺路去超市买了些食材 准备给柳梦炖点汤补一补 但是她却捂着嘴痴痴地笑 我疑惑 柳梦却笑得更厉害了 你还给我炖汤呢 你不记得当时高中的时候 你要给江明月做饭 先让我试试读 结果炖海鲜粥 锅一开 螃蟹都爬出来了 开小火炖中 上面的水都是凉的 哈哈哈哈 听柳梦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忍不住跟着笑起来 是啊 当时为了讨好江明月 做了好多蠢事 自己一个大少爷 现在居然做饭炖汤 什么都会了 但其实 就算是这样 我当时也挺羡慕江明月的 柳梦突然开口 那双桃花眼 水光炼焰 盯着我说道 那今天正好是我的手艺 我现在做饭可好吃了 我愣了一下 便又装作无事发生 笑着对柳梦说 柳梦明亮的眼睛 暗淡了下来 眼睛里闪过一丝失望 但是随即 又被他掩饰过去 笑着答应下来 之后回去的路上 我俩难得地沉默了下来 其实这次柳梦回国 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心意 也明白他对我的试探 但是我现在只想复仇 复仇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已经被江明月 狠狠伤害过一次 我很难一下子 就接受另一个人的心意 柳梦对我的好 我都看在眼里 他是个好女孩 我不能稀里糊涂地 就和他在一起 耽误了人家 这次的试探 我相当于已经告诉了他答案 但是没想到 在快要下车的时候 柳梦又突然转过头来 眼睛里已经有了泪光 石若峰 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平时明媚的美人 此时泪眼汪汪地看着我 我不禁心头一软 下意识就想帮他 擦去脸上的泪珠 却被他倔强地躲开 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话 石若峰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如果你说没有 那我就再也不会缠着你了 你知道的 我这次回国到底是为了谁 柳梦紧紧地盯着我 委屈地撇着嘴 忍住眼里的泪花 我一时间心乱如麻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 你讨厌我吗 柳梦又委屈地追问 当然没有 我下意识地反驳 柳梦眼里瞬间满是星星 那就是喜欢我了 他不再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而是过来一把抱住 埋进了我的怀里 像小狗般欣喜地蹭了蹭 我就知道 你也喜欢我 石若峰 做我未婚夫吧 柳梦抬头看向我 眼睛亮晶晶的 我受不了这样干净炙热的眼神 忍不住将头撇向一边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上辈子的痛苦 也没有下定决心 要报复江明月一家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但现在 我眼神复杂地看着怀里干净热烈的少女 我已经走不了回头路了 复仇才是支撑我现在走下去的动力 柳梦静静地等了我许久 最终像是知道了我的答案一般 默默地放开了我 强撑着鸣嘴 冲我笑了笑 我知道了 没关系的 我会等你的 毕竟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在等你 我心头一痛 但是仍然没说话 复仇之路 不知道前路如何 我不想再牵扯无辜地他进来了 晚会的事情之后 许多公司都慕明想要来和我合作 毕竟是柳氏和石氏的强强联手 而我却统统拒绝了 因为现在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联系上了之前父母 提拔的另一个股东许文 我准备告诉他我这次的计划 同时也把我父母真正的死因告诉了他 居然是这样 这对狗男女 我要报警 许文情绪有些克制不住的激动 我父母生前对他 有之欲之恩 上辈子 他也是唯一帮过我的股东 最后却被江明月他们 联手赶出了公司 最后身无分文地流落街头 老婆也和他离婚了 我白白手示意他冷静 有了上辈子的记忆 这也是为什么 我能放心将计划告诉他的原因 许文随后也冷静了下来 他也意识到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先不说我父母现在死无对证 没有证据 随意报警 反而会打草惊蛇 师总 你需要我怎么做 我一定给你办法 许文握拳看向我 眼中满是坚定 见他如我所料一般 这么信任我 我满意地笑了 我需要你 把股份卖给江明月 什么 这怎么行 许文听见我的话 激动地搜的一下站起来 师总 我不是舍不得我的股份 但是卖给江明月 那不就正好如了他的意吗 随后他又站起身 急得转了两圈 以为我是被江明月蛊惑了 师总 你冷静一点 石氏集团是二老的心血 你可不能这样胡搞啊 我看着许文激动地上蹿下跳的模样 有些无奈地笑着说 你先冷静一下吧 我没糊涂 你不仅要卖 你还要低价卖给他 你放心好了 他不敢收 也没钱收 我和他详细地说了我的计划 许文这才冷静下来 他看了我许久 最终感慨地叹了 一口气 如果二老在天上知道 石宗你现在这么有能力 应该也会很欣慰吧 我顺着他的话点点头 会的 我一定会狠狠地报复江明月他们 同时 将石氏集团发扬光大 来慰藉我父母的在天之灵 这次秘密谈话之后 很快许文 就按照我说的偷偷放出消息 声称自己 将要卖出手中全部的股份 这果然引起了江明月他们的注意 江明月将许文约在了咖啡厅 想要和他商议股份的事情 咖啡厅里 江明月搅动着手里的卡布奇诺 壮丝不经意地笑着问道 许总 我记得你是老员工了 怎么这次要卖股份呢 还一卖就是所有的股份 听见他的话 许文假装慌乱地喝了口咖啡 随即强颜欢笑地说道 家里有急事 家里有急事 我急需用钱才卖的 话虽这么说 但是四处乱飘的眼神 还是透露了许文在撒谎 江明月心中奇怪 有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是公司出了什么事 连许文这种忠心耿耿的老股东 都要跑路了 他轻壳一声 放下手中的咖啡杯 试探性地询问了价钱 那许总是打算卖多少钱 五百万 不 四百万 四百万就够了 许文健壮略显欣喜地开口开价 然而出的价格 却是市场价的一半 这让江明月更不敢确定了 有些犹疑不定地看着许文 见他这副样子 许文知道江明月已经上钩了 他决定再演一把大的 只见许文咬咬牙 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低声道 三百万 三百万总强了吧 三百万 这和白颂有什么区别 江明月被这个价格吓了一跳 端着咖啡杯的手 都止不住有些抖 许文越是这样 他越是不敢入手 果然 在客套了几句后 江明月留下一句 我再考虑一下 便急匆匆地回去了 应该是找陆锋商量去了 见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许文看着江明月的背影 冷冷一笑 转身向公司走去 回到家里的江明月 迫不及待地 将今天借许文的事情 和陆锋汇报 没想到陆锋对此 却毫不在意 三百万又怎么了 说不定他家里急着用钱呢 时事集团这么大的企业 怎么可能出事 你别胡思乱想了 陆锋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但是江明月 还是有些心里慌慌的 见陆锋这里说不通 他只能又回了公司 一回去 就看到我正愁眉不展地 看着公司的周报 这副模样 自然也是演给江明月看的 鬼知道我为了演的自然 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哀声 叹气了多久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蹲到了江明月 他果然偷偷藏到了墙边 偷窥我 看到他露出来的一节衣角 我放心大胆地 开始了下一步的表演 喂 李总 我上次和你说的 股份收购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江明月就看着我好像 给谁打了的电话 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产妹讨好 她得心里咯噔一声 别呀李总 一千万有点太少了 一千五百万 我们时事集团虽然不行了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相信我 如果你接手了以后 一年后一定会翻本的 不多了 真的不多了 要不是因为 要不是因为我们现在 资金链断裂了 我才舍不得将父母的心血 卖给别人 那就说好了 一千五百万 一言为定 江明月蹲在角落里 一脸震惊地听着我 和李总达成协议 心中的冷意 仿佛蔓延到了全身 果然 果然她的预感没有错 时事集团资金链断裂 要破产了 怪不得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 要将手里的股份出手 原来是想让别人接手这个烂摊子 该死的 自己好不容易才从石若峰这个狗东西手里 骗来了一些股份 要是公司破产清算了 自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想到这里 江明月也顾不上蹲妈了的小腿 赶忙起身 亮亮呛呛地往回走 她必须赶快回到家里 和陆锋商量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们两个人几年的心血 可不能全部白费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陆锋猛地从沙发上弹跳起来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自己筹划了好几年 马上就要得手了 结果告诉她 现在时事集团要破产了 没错 我亲耳听到的 不会有错 江明月也捂着嘴 忍不住啜泣 自己委身于一个不爱的男人这么久 连陆锋有时候都会嫌她脏 结果现在什么都要得不到了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那我们岂不是什么 都得不到了 陆锋咬牙切齿 心里恨毒了我 这么大的企业 竟然也能被我经营的倒闭了 这样 咱们先下手为强 你去托人打听一下 那个李总的联系方式 石若锋卖一千五百万 咱们就卖一千二百万 先踏一步 把这坨烂摊子 甩给别人 陆锋不甘心地闭了闭眼睛 但是还是艰难递下了决定 能回一点 本就回一点本吧 比什么都得不到强 听见陆锋的话 江明月像是终于找到了主心谷一样 眼睛一亮 忙不迭地点头 抓起包包 就赶忙出了房子 在我刻意放出去的消息下 江明月很快就找到了 所谓李总的联系方式 本来李总还不想毁约 但是越是这样 江明月便越是深信不疑 她主动提出 将价格降到一千二百万 李总这才勉强答应 解决掉这个棘手的问题后 江明月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以至于在公司遇到我 脸上都难掩得意的神色 甚至出言不逊地嘲讽我 石若锋 没想到你也有惊天 我等着你过来向我求饶 到时候 我可以面前让你做我的一条狗 见江明月这个蠢货 此时得意洋洋的模样 我不禁有些好笑 但我面上还是配合她 强装镇定地冷冷瞥她一眼 随后步伐慌乱地 快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 见此 江明月更是对自己的决策深信不疑 没过多久 就和李总见面 签订了转让协议 收到手机上李总发来的 任务完成的短信 一直压在我心中的大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终于 终于让我拿回了属于我的全部股份 江明月这个蠢货 多亏了她的愚蠢 我才能花最少的价钱 就拿回了完整的另一半股份 我忍不住在办公室笑出了声 声音传到了外面的员工耳边 他们都互相抬头看了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老板今天这么高兴 解决掉这个心头大患 我终于可以放心地大展拳脚 联系上了之前 要和我合作的多家企业 我挑选了几个老牌的大企业 和上辈子的黑马企业 一口气签订了多个合作项目 从会议室出来后 我满面春风 从来没觉得 身心如此舒畅过 江明月过了几天 才偷偷摸摸回来收拾东西 见我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有些嘲讽地勾了勾嘴角 别被她骗了 实话告诉你们 时事集团马上就要破产了 我正向这周业绩 完成较好的员工们 宣布额外发放奖金 员工们无一不欢欣雀跃 就听见江明月酸溜溜的嘲讽声 从另一旁响起 只见他搬着打包好的纸箱子 好像可怜我们一般 嘖嘖地摇着头 时若峰 你还没告诉他们吗 公司的资金链已经断裂了 时事集团马上就要破产了 江明月捂着嘴猖狂地笑着 反正上次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人 他索性也就不装了 然而笑了半天 员工们也没有出现 预想之中的惊慌 反而都是一脸 看傻子的模样看着他 见他有些呆傻地站在原地 一个员工好心地给他解释 江总 我们这几天刚签订了好几个大项目 和茅台 京西都达成了合作 因为研究新能源 上面也给我们拨了一笔补贴款呢 什么 这不可能 江明月忍不住尖声叫道 手里的纸箱子也啪哒一声 重重砸在了地上 他快步走到刚刚那个员工面前 神情扭曲得可怕 你们都在骗我对吧 哈哈 你们别强撑着了 江明月神色癫狂地看着我们 试图从我们的表情中找到一丝破绽 但很可惜我们全都一脸怜悯地看着他 没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名员工被江明月癫狂的样子吓了一跳 有些害怕地咽了咽口水 接着说 公司好着呢 上一个项目纯利润赚了三千万 石总正和我们商量 发奖金的事情呢 三千万 三千万 江明月再也强撑不住了 一声尖叫后 忍不住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员工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江明月这是怎么了 有些不解地看向我 我则颇有兴致地为他们解惑 很不巧 江小姐呢 在不久前 刚把自己手里的股份 以一千二百万的价格 转让给了别人 听见我的话 员工们脸上都露出了一言难尽的神情 有些无语地 看向地上躺着的江明月 我冷笑一声 她以为我们公司要破产了 迫不及待地 就要把这坨烂摊子扔给别人 活该 原来是这样 那就怪不得别人 只能说江明月自己蠢笨如猪 还背信弃义 员工们鄙夷地瞥了地上的江明月一眼 本来有些善良的员工 想去扶江明月起来 听见这段话 也泄了想法 这种背信忘义的小人 就让她一直在地上躺着吧 不久之后 地上的江明月 才悠悠转醒 见周围的员工 仍旧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她有些不可置信地自己爬起来 骂骂咧咧地走了 然而到了家门口 江明月却一直在门口徘徊 不敢推门进去 她有些忐忑地咬着手指尖 不知道一会进房子以后 该怎么和陆锋解释 要是让陆锋知道 因为自己的原因 只用了一千两百万 就被我骗回去了所有股份 她非杀了自己不成 犹豫再三 江明月还是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陆锋今天难得地没有打游戏 而是西装革履地坐在沙发上 见江明月进门 笑嘻嘻地迎了上来 怎么样月月 今天石若峰那个蠢货 是不是很惨 陆锋迫不及待地 想从江明月口中 听到我的惨状 然而江明月根本说不出口 只得胡乱地点头糊弄过去 见江明月一副不上道的模样 陆锋不屑地轻则一声 妈的 真扫心 随后又大啦啦地摊在沙发上 冲江明月像是斗狗般招招手 过来 我给你讲个好事情 江明月乖乖地走过去 就听见陆锋一脸兴奋地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帮你的李总理顺利 这次为了还她的人情 我让她以同样的价格 把股份卖给咱们那个李总了 现在我俩准备 自己独立门户 听见陆锋的话 江明月眼前一黑 险些又昏了过去 你怎么这么蠢 你为什么要叫她一起卖股份 江明月控制不住地尖叫一声 这下好了 最后一个盟友 也被她拉下了水 石氏集团彻底和他们 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臭婊子 你敢骂我 陆锋原本清俊的脸 瞬间阴沉下来 瞬间抱起 狠狠扇了江明月一个耳光 打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脑袋也浑浑沉沉的 我是不是最近给你脸了 让你不知道 这个家到底是谁做主 我让她卖股份怎么了 那破烂石氏集团再不跑 她也要赔得血本无归 陆锋恶狠狠地揪住江明月的头发 面色阴沉地说道 然而 这次江明月 却没有像之前一样恋爱脑 而是崩溃得嚎啕大哭 完了 这下全完了 石氏集团根本就没有破产 我们全被石若峰耍了 她瘫软在地上 将今天在公司里的所见所闻 一五一时地说了 丝毫没注意到 陆锋渐渐黑沉阴暗的脸色 贱人 都怪你 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威严耸听 坏了我几年的心血 陆锋神色扭曲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她一把 扯住江明月的头发 不顾江明月的哭喊求饶 狠狠地将怒火发泄在了她的身上 那一晚 江明月的哭喊声响彻了整夜 第二天 陆锋早早就出门 找李顺利商量对策 临走前 还狠狠踹了一脚 在地板上 如同死鱼般的江明月 一晚上的折磨 让她浑身遍布着清清紫紫的痕迹 脸被陆锋扇成了猪头 江明月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她甚至没有力气起身 清理一下身上的痕迹 泪水 从她的眼中流出 她开始思考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想起来 我之前对她摆一摆顺地宠爱 江明月有些悔恨地紧闭双眼 而等她好不容易缓和过来 起身去浴室 将自己清洗干净 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 谁啊 江明月拉开门 没想到站在门口的是 自己许久未见的母亲周西晴 月月 天哪 是哪个天杀的 把你打成这样 我去找她拼命 周西晴好不容易 才打听到江明月现在的住址 一开门就看见自家女儿 被人打得像猪头一样 心疼地上前抱住了她 是我不小心摔的 没什么事情对了 你怎么在这儿 江明月有些难堪地 躲开了周西晴的触碰 转移话题道 江明月也是自私的人 当初从我家里被赶出来后 她不得已来投奔陆锋 但她知道陆锋的性子 绝对不可能让她妈也住在这儿 反正自己妈妈这么大岁数了 也有自理能力 江明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整整几个月都没有接周西晴的电话 可怜周西晴养尊处优这么多年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惯了 平时也没有存钱的习惯 一下子被我撵出去 连个落脚地都没有 自己的女儿也失联了 不得已只能去应聘了一份 包吃包住的宝洁 短短几个月 就将周西晴折磨得老了十岁 倒是符合她现在的年龄 妈 你这是什么大霸 身上还一股胃 江明月吸了吸鼻子 随后厌恶地用手扇了扇风 看着周西晴 因为这几个月的劳作 而变得蜡黄有皱纹的脸 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头 听见她的话 周西晴有些不自在地 闻了闻身上 局促地向后退了几步 自己是干完活 才过来找江明月的 她应该是被自己身上 垃圾堆的味道熏到了 不过周西晴很快就调整回来 壮丝不经意地 探头看了看江明月身后的房子 眼底冒出了一丝金光 这房子虽然比不上 当时十家的房子 但是比起自己的 保洁公寓可强多了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 离开那个食落风 也能混得这么好 想到这 周西晴的脸上 不禁带了些责怪 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接妈妈电话 我在外面流落街头 你倒是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 说着 她也不顾江明月的阻拦 直直地挤 进房门走了进去 这几个月的流浪生涯 让周西晴再也端不起 之前高傲的臭架子了 只要能过得好 不要脸一点又如何 妈 你怎么这样 这不是我的房子 你快出去 这是我男朋友陆峰的房子 江明月急得快要骂人了 但是眼前的女人 是自己的妈妈 耍起无赖来 让她丝毫没有办法 既然是你男朋友的房子 那就是你的房子 之前食落风都让我住 怎么这个陆峰不让 周西晴赖着不走 到时候挨打的 可是江明月自己 以陆峰的性子 要知道自己 擅自把她妈带回家 非得再揍她一顿不可 想到这 江明月感觉浑身的伤 都隐隐作痛起来 她连忙想要去沙发上 将周西晴拉起来 但是周西晴打定 逐一赖在这里 任由她类的满头大汗 也一动不动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门口的索性却有了动静 江明月心里一凉 有些怨恨地瞪了周西晴一眼 果然 近来的 正是早上早早就出门的陆峰 昨天狠狠教训了 江明月这个贱火一顿 但是陆峰还是不相信 于是今天早起 亲自去公司调查 结果自然还是一样的 时事集团 根本没有半点破产的迹象 自己就是听了 这个贱人的一面之词 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妈的 这个造把星 陆峰狠狠地催了一口 脸色阴沉 陆峰一进门 阴侧侧的视线 就掠过江明月扫向沙发 只看见一个老女人 躺在沙发上 身上还散发着阵阵恶臭 陆峰几乎是瞬间 捏住了鼻子 江明月 你从哪里领了的流浪汉进家门 让她给我滚出去 陆峰厌恶的眼神 快要化成实质 她甚至不想用手去推扫周西晴 只是用脚一脚 将她踢下沙发 周西晴被这一脚踹了下去 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屁股蹲 她捂着腰 痛苦地哀嚎一声 厉声道 你竟然敢打我 我可是你未来岳母 听见周西晴的话 陆峰冷冷笑了一声 我呸 我管你是谁 就凭你也想当我岳母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样 我打你怎么了 我连你女儿都一起打 周西晴震惊地回头看向江明月 见她一副唯唯唯诺诺的样子 这才知道自己女儿脸上的伤 都是陆峰打的 眼前这个人面瘦心的琴 瘦 应该就是石若峰嘴里那个 和她女儿出轨的白月光了 对比起在石家的养尊处优 现在的江明月 不仅受不到一点疼爱 还要承受陆峰隔三差五的怒火 想到这 周西晴恨铁不成钢地 看了江明月眼 自己的女儿 怎么就是个恋爱脑呢 放着好好的 石若峰不要 非要找这么个下三烂的人渣 不用看周西晴的眼神 陆峰也知道 她在想什么 她心头怒火更甚 她怎么就比不上石若峰了 就因为自己没钱吗 不过即使后悔了也没用 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要吃 陆峰斜斜地笑了一声 眼中满是扭曲 想留下来是吗 如你所愿 到后来的求饶都没有换取她的一丝心软 陆峰低头冲着江明月警告道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咱们家养的一条狗 听懂了吗 要是让我发现你 偷偷放她出来 锁在那里的人就是你 满足了心里的变态欲 忘 陆峰满意地接着去打游戏了 只留下江明月一个人 在原地瑟瑟发抖 纠结了片刻 江明月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杂物间的方向 还是毅然决然地转身走了 本来听说 那个李顺利 要和陆峰和开一家公司 结果没想到 李顺利得知了 我的时事集团并没有破产 不仅如此 还让我掌握了他们几个人所有的股份 一举稳住了公司的股权 他气得直接心机耿死 当晚就抢救无效死了 还没等我出手呢 自己先把自己气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只是 当着笑话来听 自作孽不可活 我父母生前对他很好 他却不懂得感恩 这都是他的报应 不过光是拿走他们的股权 我并不满足 我要让他们身无分文 在痛苦中死去 柳梦此时正在我旁边 之前说来 我家里养伤 但伤好了 也没见他有搬出去的意思 我也不好开口提醒 他便一直住了下去 见我因为想到复仇的事情 浑身利气的样子 柳梦有些心疼地握住了我的手 柔弱无骨的小手 缓缓抹扎着我的手心 让我平静了下来 我知道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柳梦深深地看向我的眼睛 眼中是毫不掩饰的爱意 我心头一软 下意识地回握住他的手 这些天的相处 我彻底习惯了柳梦的存在 也知道了 他一直以来对我的情谊 再等等吧 等到我复仇成功 我应该会直面我俩的感情 而现在我要做的 是先弄死江明月和陆峰 我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将我之前吩咐好的人安排下去 这是针对他们最后的致命一击 另一边 江明月发觉 最近陆峰总是早出晚归 大半夜回来 也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甚至好几天都彻夜不回家 江明月问他 他也只是不耐烦地打发江明月 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滚一边去 问多了 陆峰更是不耐烦地 一脚踹过去 自从江明月被石家撵出来 不仅没了工作 更没有了利用价值 陆峰对他的态度也日益恶恋 但是每每他晚上回来 都会甩出一打钱 扔在江明月的脸上 这让江明月对此 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现在他和周西勤 都得靠着陆峰活着 而最近半个月 陆峰则是一改之前的春风得意 有时喜气洋洋地 拿着一大打钱回家 有时则血本无归 不仅要把前几天给自己的钱 要回去不说 气急了 还会揍江明月一顿出气 江明月实在是受不了 这种黑暗的生活了 终于在陆峰又一次出门之后 他悄悄地在后面跟了上去 一路跟着陆峰七拐八拐 这才来到了一所 外表破烂的小房子前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是江明月却知道 这是一家骇人的地下赌场 他的父亲 就是因为染上了毒瘾 才欠下了巨款 导致家里破产 自己也羞愧地自杀了 江明月死死地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惊叫出声 身上却忍不住 一阵阵地发寒打冷战 明明是大夏天 他的心却仿佛掉进了冰窟 赌 场 又是赌 场 陆峰怎么会染上了赌博 他该怎么办 江明月下意识地想要跑走 离开这个痴人的地方 却没想到 转身却撞在了两个黑背心壮汉身上 两人邪笑一声 一人捂住他的嘴巴 一人麻利地将他扛起来 运进了赌场 开 此时的赌 场里 陆峰已经赌红了眼 丝毫没发现 周围人看猎物一般的眼神 没错 这局就是为了套路陆峰才做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把所有的钱 包括自己的人都留在这个赌 场里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陆峰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一手烂牌 他刚刚可是缩哈了最后的资产 来当做赌注 结果赔了个底调 庄家细写地 看着陆峰壮丝癫狂的样子 心中嘲讽 一直输 当然不可能了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出老千 坐局针对你一个人 你能赢就怪了 好了陆少爷 愿赌服输 你的筹码现在归我了 坐在上位的庄家 尖笑着 将筹码拨到自己身前 饶有欣慰地欣赏陆峰 星红卓眼的狼狈模样 不 我不信 咱们再赌一把 最后一把 我一定能赢回来的 陆峰死死地盯着牌桌上的筹码 不幸邪地开口 这下不止庄家 周围的人也都忍不住赤笑 见过傻的 没见过这么傻的 这明摆就是一个局 他还要接着 往里越跳越深 连庄家都有些可怜他了 你确定还要加注吗 陆少爷 你现在可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了 陆峰文言咬咬牙 心红着眼睛思索了片刻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 吼道 人 我把我这个人抵押给你 再和我赌一把 听见陆峰壮丝豪迈的话语 庄家无奈地摇摇头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他自己要走上死路 别人拦不住 再说了 哪有送上门的东西不要的说法 很快 新的一局又开始了 这次陆峰拿到牌 只看了一眼 便欣喜若狂 他就知道 翻盘的机会终于来了 到了开牌的时候 陆峰自信满满地坐直了背 将面前的三张牌亮了出来 K Q J 这下陆峰敢赌定 庄家的牌 不会比自己大了 他翘首以待 等着庄家宣布结果 然而 等对面 把牌亮出来后 陆峰却傻了眼 大小王 一个二 庄家音音一笑 我承认 你的运气是不错 但是怎么能比得上 科技的力量呢 这下陆峰彻底贪软在地上 任由保镖将其拖了下去 听到电话那头 事无巨细的汇报 我满意地赞许了几句 把尾款汇了过去 而当独 厂老板询问我 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他俩 我却让他先把他俩放出去还钱 老板虽然疑惑 但是还是乖乖照做了 毕竟有钱人的心思 自己不懂 我当然 也不是心软 才放他俩出去 而是要慢慢地折磨他们 先让他们担惊受怕一段时间 再让收债地把他们带走 让他们体会一下 每天生不如死的感觉 与此同时 接到我的命令之后的老板 阻止了手下准备 嘎陆峰妖子的动作 而是静止走到了陆峰面前 小白脸 你挺幸运的 老子今天心情好 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你要是能把钱还上 我就把你和你女朋友都放了 老板硬笑着拿起匕首 对着陆峰妖子的位置 戳了戳威胁道 你要是没还上 妖子和女朋友都带不走 陆峰早就吓得抖成了筛子 听见她的话 裤子上更是如 湿一片 伴随着一股浓烈的尿骚味 竟然被吓尿了 见状 老板被逗得哈哈大笑 拍了拍陆峰的脸 就让手下 把她和早就吓晕过去的江明月 一同扔了出去 之后的半个月 江明月和陆峰 没日没夜地 在外面打工还钱 但还是弥补不上上千万的窟窿 周西勤早就在被陆峰的虐待下 精神失常 房子抵押出去后 就被赶到了大街上 没过多久就消失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在大街上 肚子里竟然已经怀了几个月大的孩子 平日里靠着好心人的头位活着 后来直到孩子足月 她孤零零的一个人 躺在大街上独自生产 在漆黑的夜晚 与肚子里的孩子一失两命 清早在路过的人 只看到了打扫干净 残留着昨日血迹的现场 而陆峰也丝毫不管江明月 还怀着自己的孩子 强迫她出去陪酒还债 江明月从晚上喝到白天 最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呕吐中 胃出血被拉到了医院 肚子里的孩子也流产了 再一次见到江明月 她正被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叔 搂着灌酒 她谄媚地笑着 上手在油腻大叔的大腿跟讨好的柔 你 就为了让她多开一瓶香槟 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她 往日的仇恨 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 不枉我这一世仇化了这么久 终于将我的仇人 一个个都惩治了过来 如果父母的在天之灵 能看见他们如今的惨状 一定也会释怀吧 身旁放着的手 突然被一双温暖的小手包裹 柳梦从我的身旁蹭过来 笑着牵住我的手 看什么呢 这么入迷 柳梦很是黏忍 我去哪里 她都要陪着我一起 生怕她一睁眼 我不见了一样 我没回话 只是眼神定定地看着她 直到柳梦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脸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柳梦 我们在一起吧 我看着柳梦 坚定地说道 复仇的计划已经完成 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 闻言 柳梦眼睛一亮 随即又湿 润了起来 像是得到心爱糖果的小孩 有些激动地哽咽 我低头俯身 轻轻吻上柳梦的唇 她也羞涩地闭上眼睛 小心翼翼地迎合我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从酒吧回到了家中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精的催化 一切都发生得顺理成章 柳梦睫毛轻颤 一双桃花眼 此时充满了情 欲 像是对我无声的邀请 我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低声询问道 可以吗 柳梦瞬间红了脸 强忍着羞涩轻轻答应了 我便也不再忍耐 轻车熟路地进一步挑起她的欲 望 直到事情水到渠成 一夜无眠 昨晚确认了关系后 柳梦第二天 反而有些后知后觉的不好意思起来 见我早上醒来 直愣愣地盯着她笑 柳梦有些羞涩地转过头去 不和我对视 而她这副含羞待怯的模样 更是勾人 挠得人大早上就心痒痒 我没忍住拉着她 又来了一次 走 咱们今天就去领证 重活一次 我现在向来是想做什么 立刻就做 所以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明显看见柳梦愣了一下 随后她反应过来 有些欣喜 但又气鼓鼓地冲我撒娇道 哪有你这样求婚的 连钻戒都没有 就想让我嫁给你 柳梦话还没说完 我火速拉着她 收拾打扮好 去首饰店买下了 她最喜欢的一款戒指 然后又买好礼物 马不停蹄地赶往岳父家 一直到拿上结婚证 柳梦还是半梦半醒的状态 看着我一脸猛 若峰 你掐一下我 我是不是还没睡醒 我俩这就领证了 看着柳梦可爱的小模样 我忍俊不惊 狠狠地在她嘴上亲了一口 现在清醒了吗 清醒了 柳梦笑嘻嘻地看着我 脸上满是甜蜜 我们的婚礼也紧张地筹备起来 毕竟是柳家和石家的婚礼 排面不可能小 前前后后筹划了一个月多 才设计出一本满意的方案 万万没想到 这会是我们婚礼前 最后的甜蜜时光 婚礼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我紧张地坐立难安 这种感觉 从我小学之后 就前所未有了 正在琢磨一会登场 是麦左脚好 还是麦右脚好 却没想到柳梦的哥哥 突然气喘吁吁地闯进来 不好了 小梦不见了 我的脑袋轰得一声 随即便传来一阵阵晕血 柳青连忙上前扶住我 作为柳梦的哥哥 他此刻肯定也很焦急 但他却尽力安抚我 你先别着急 我已经报警 而且派人去找了 你先冷静一下 我向他道了线 心里却慌得怎么也安不了人 直到手机铃声响起 我哆哆嗦嗦地伸手去掏 但手抖得半天拿不出来 最后还是柳青帮我 从兜里把手机拿出来 这才递到了我手上 手机上是一个陌生来电 看着不停作响的手机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忙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时若风 好久不见 江明月 你要干什么 我咬牙切齿道 恨不得将对面的江明月 生吞活泼了 我没想到江明月被我折磨成了那样 竟然还敢对柳梦下手 你说我要干什么 江明月的声音 陡然坚立了起来 声音气切道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现在沦为了一个陪酒的妓女 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幸福 江明月恨恨地尖叫道 声音里满是怨毒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家破人亡的 应该是你 你去死 他刺耳的尖叫 几乎要戳破了我的耳膜 但我强忍着不是 没有挂电话 而是冷冷到 小梦现在在哪 见我还在担心柳梦的安危 江明月愣了一下 随即发疯般的狂笑 哈哈哈哈 你还想见柳梦 我告诉你 我过不好 你们谁都别想过好 我现在就叫人睡了流梦 再一刀一刀地捅死他 哈哈哈哈 妈的 这个疯子 我按骂一声 也顾不上再和他周旋 直接联系专业团队 卫星定位了他的手机 随后一刻也不敢耽误地赶了过去 一路上我都在后悔 为什么没有早点弄死他 我千算万算 也没有算到 江明月会在这个时候 有了上辈子的记忆 还因此发疯要报复我 终于到了定位的厂房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伤到了柳梦 我阻止了想要和我一起进去的一行人 独自从后门溜了进去 一进去 就看到令我牙子欲裂的一幕 只见江明月正指挥着两个壮汉 上前欲要撕扯柳梦的衣服 柳梦原本白 稀的小脸 此时沾染了泥土 但却仍是倔强地瞪着他们 见我从背后溜进来 柳梦眼睛微微一亮 但随即发现我只有一个人 欣喜瞬间便为了担忧 用眼神示意我不要过来 但我怎么可能放着柳梦一个人不管 乘着几人还没反应过来 我上去一掌一个将他俩批约 再回头对上江明月惊恐的表情 我的眼神像是看一个死人 厂房外面围着的人瞬间鱼灌而入 我脱下外套温柔地批在柳梦的身上 安抚他先回去休息 自己则是示意其他人清场 只留下了我的手下和江明月三人 陆峰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 我淡淡地开口问道 见自己大势已去 江明月反倒轻松了许多 还能笑着回答我的问题 你说那个蠢货 他因为还不上债 被黑老大带着兄弟抓住了 现在被扔进了压 子管 等哪天有人预定了他的肾 原 估计就死了吧 江明月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好像之前爱陆峰 爱得要死要活的人不是他一般 我很好奇他这么大的转变 但转念一想 贫贱夫七百事哀 更别说像陆峰这种欠了一屁股债 强迫自己女人去赔酒还钱的人了 再美好的感情 也终究会被残酷的现实磨灭的 想到这 我也不想再和江明月废话下去 吩咐手下将地上那两个壮汉颇醒 又叫人给他俩为了市面上给驴配种的烈性催 情妙 将三人关在一起 大门锁死 没一会 就听见里面传来江明月撕心裂肺的惨叫和男人野兽 般的吼声第二天 几个郊游的年轻人来山上探险 从工厂的后窗翻了进去 这才发现浑身赤骨的三人早已没了气息 几个年轻人当场下的魂飞魄散报了警 警察来了也只是当作三人意外死亡 草草结案 这件事也一度冲上了热搜 因为拍到了江明月的正脸 她这辈子做到了和上辈子所期望的一样 真正的刘芳青史 若干年后 我凭借着上辈子重生归来的记忆 把握住了行业的几个风口 将石氏集团一举发展成了全国文明的企业 所有人都以为我取柳梦 是因为想要吞并她身后的柳氏集团 但却没想到我完全没打柳氏的主意 只是靠着自身的能力 将父母留给我的石氏集团发扬光大 算是彻底了却了父母生前的心愿 岳父对我也很是满意 临终前满含热泪的将柳氏托付给我 希望我能因此好好对待柳梦 我却没有收下她的好意 而是把柳氏坚持挂在了柳梦的名下 我向柳父表示 我和柳梦是真心相爱的 即使没有柳氏 我也会对她好 柳梦这个傻丫头 在一旁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当然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结婚这么 久我们几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 唯一一次生气 是因为生了个小豆丁 哭着抢着要和妈妈睡 我每天对着柳梦看得坚持不折 都是因为这个小豆丁 见她一付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样子 气得我牙痒痒 忍不住一把把小豆丁滴溜出去 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听见门外很快传来 小豆丁压抑委屈的哭声 妈妈 晨晨害怕 外面好黑 呜呜呜 听见儿子哭了 柳梦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于是 凌晨十二点 站在房门外的人 从时辰变成了我 这臭小子 我在门外气得咬牙切齿 但是谁让她还小呢 不过 我已经计划好了 等她一成年 我就带着柳梦出去旅游 让她看着公司这堆破事 这样安慰着自己 我才终于气横横地睡着了 记忆中和儿子斗志斗勇了几年 终于熬到她成年了 我马不停蹄地把她安排进了公司 随后就带着柳梦 环游世界去了 等她放学回来回到家 只看见空空如也的衣柜 和阴谋得逞的我 留给她一张纸条 小邓 我和你妈去环游世界了 公司许叔会叫你咋管 只留下时辰 咬牙切齿地把纸团揉了得稀巴烂 但也无济于事 只好乖乖一毕业 就去公司接管了我的工作 我带着柳梦 走遍了世界各地 上辈子发生的事情 也早在结婚不久后 就和她说了 记得当时的她 很心疼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也有错 如果不是我不敢表达我的心意 选择去国外逃避这段感情 你或许就不用重生 上辈子也不会受这么多折磨 我很惊讶于她竟然一点也不怀疑 我说的话的真实性 柳梦却笑着看着我 眼睛一如既往的亮 里面倒映的满是我的影子 因为我知道 你从来都不会骗我 我感动地将她涌入怀中 心中感慨颇深 相濡以沫 相伴于生 这么简单的四个字 我整整经历了两辈子才实现 上辈子被 坚然迷了心智 这辈子才发现 原来最好的选择 一直都在我身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